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光临,安宇,这一频道 今日和大家分享的粤剧艺人,比较早期的扎脚姓 扎脚姓原本是姓林,是新会伤水,刘敦香人 所谓扎脚,即是在演出时,用两块薄的板扎着小腿,扎到实实 在动作做戏时,只用脚尖站在地下,类似现在跳芭蕾舞的做法 在演出时,背部插着白面靠旗,带着瓷鸡尾的棺,伸穿白接战菌 在拆马,躺马和走园台时,露出三寸金链,扎脚姓 取扎脚这两个字,做他的偽名,在粤剧界的诸多老观中,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名字既通俗,亦是名符其实,因为他真的可以这样做 当他在演武器时,他的桑音非常红亮 他演出古代的根国英雄,威风八面,唱、造、念、打各方面 都十分出色,声威并谋 扎脚姓的著名的剧目,有《梅范尼花序子》、《木桂英大破天门阵》、 《刘金钉斩四门》、《梁洪玉激古抗金钉》等 扎脚姓是清末文初的一个粤剧艺人 以他独特的表演风格和精湛的技艺 就在粤剧界独树一次,尤其是扎脚的功夫 他本身出生于一个戏剧的世家 自并跟随他的家人学习粤剧表演 因此打下了一个坚实的艺术基础 扎脚姓在粤剧表演中,是以武打气建场的 他的身发矫健、动作、猛迅 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被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角色的索造方面,也有他独特的见解 无论是英勇的武将,或是狡猾的反派 他都能演绎到栩栩如生,令观众为之动勇 在粤剧的艺术方面,扎脚性也敢于创新 他结合了自身的艺术特点 对传统粤剧进行有益的改良 令到粤剧艺术更多知多彩 说到扎脚性的晚年生活 那晚年的扎脚性,依然活跃在粤剧的舞台上 他将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年轻的粤剧艺人 为粤剧艺术的传承和发展,贡献了自己巨大的力量 他的离世就是粤剧界的一大损失 但他的艺术精神和艺术成就 也会永远留在人的心目之中 关于扎脚性有什么著名的角色索造出来呢? 由于搜集得到的资料比较少 但基于粤剧的一般特点和扎脚性可能的艺术风格 估计他那个索造的著名角色就有以下这些角色 在英勇的武将方面 就譬如说在古代战场上面 一些英勇的将领 譬如说关羽、张飞等等这些 那索造的特点就是扎脚性可能 可能会通过他那个精湛的武打技巧 再结合他心口的表演功底 就将这些武将的英勇、忠诚和意气 就可以表现得临临尽 他的身法相当之矫健 动作就顺满 他就能够将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令到那个角色在舞台之上 就可以表现到许许如生 另一方面 在喜剧里面的奸臣和恶霸这些角色 扎脚性一样可以通过他细智的演技 将这些角色的阴险、狡诈和狠毒 表现得入目三分 他也都可以利用自己表演的技巧 将这些角色的内心世界 可以表现得临尼尽致 从而令到这个角色 对观众产生一个深刻的印象 说到全城的工作 扎脚性也做得相当之好 扎脚性有好几个相当之出名的徒弟 在他的徒弟之中最出名的有千里驱、西施炳和超张丽等等 这几个徒弟都在扎脚性指导之下 继承了他独特的表演艺术和表演风格 今天和大家分享扎脚性的艺术人生 分享到这里也全部完结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N与阿里恩频道 下一集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另一个粤剧明灵的艺术人生 好,拜拜,下集再见